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娃就是阿玛尼 老天的喊阿芝麻尼 我走路就是巴黎巴黎 本来我就是个农民了 我自己任务的话 那啥子贡献呢 他们为啥子牺牲 也是为了打仗嘛 他们的牺牲就是鼓务着我们 要继续发展他们的精神山 就是这样子呢 爷爷您好 我是中国军事网的记者 您身体怎么样呀 本期寻访英雄的主人公叫于靖凯 今年已经九十一岁 七十年前朝鲜战争爆发 当时初为人妇的于靖凯响应号召 积极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参军的几年间于靖凯随部队辗转多地 期间容力个人一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 去年下的一年 国家后头 看没人朝鲜 三天又说不安 那后我问你 你怕不怕死 要打仗好不好 我说 当兵 你怕打仗 当兵就不怕打仗 不怕死 我说怕是不当兵 我跟他谈了 跟他谈了 他们都不开枪 没有说话 你不要开枪 没得拿我来 入伍不久后 于静凯所在部队 接到了前往辽宁省凤城市 抢修机场的任务 战地机场 他输了 是战地机场 因为那个时候 朝鲜大截的时候 它是火车云的屋子来 我们就是搞装戏 主要是戏 然后我又得搞生化 又带个班 这些人都要 不管黑夜 白天你都要站一下 你要带这个班 我就坐在那个马蹄上 我晚上只知道 白天坐在哭水 什么都知道的 那个马蹄 它在后面 那个后腰很安一 他就赶到这个冯凰城 滚下死了会 他心里又跑到那个油杆去走 连到滚下死了会 才到了冯凰城 抢修机场 于静凯既当工程兵 又当后勤兵 实在困了累了 也只能在采购的马车上迷一会儿 最终 他和战友们 仅用三个月的时间 便完成了这项超负荷任务 于静凯也因表现突出 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1952年6月 于静凯被调入单价连 随部队前往三八线以北地区参战 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先后参加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和西海岸防疫 担负战场商员运送 和牺牲战士善后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他记忆最深的就是发生在 三八线附近的那场双尖山战役 所以我们哭睡没睡 就是等到下一两天 出去全室的炮都掉下来了 炮不够 躺开就都开着当炮大 那晚上空四分钟就空间 我们团后庆一阵阵地七八零路 如果是要转移下来 打电话来马上就转移下来 我们的阵地抢救是有两个班 两个班特事和拦架 打死后来先不运 要重商员运动才是轻商员 那个炮密密地掉也不好躲 但是我们对这个躲炮 都是有经验的 一听到那个 吱吱吱那种东西 那就跟你很紧 你很紧 马上那个炮就留在你那里 还是无非得想你 它留不得你那里 真的是那下了 但是我们的代价很大 抢救了以后我们回来 我处理的时候 我就要登记他 老年队 什么名字 是哪个地方的人 他说登记啊 登记不登记 如果是少 三个两个就用人来转移走 多了 像打双眼神来一次的话就多了 七八十过了就多了 就用汽车来装裂 三天以后拍的装裂 一师傅 那一穿好 就是从这个老口 我一弄下来 一弄下来就做一套 因为人不在这一套 就算完事 就是战独就是这样子处理的 所以现在任何人都是这样子处理的 你哪有个不同的呢 关于战场上的经历和伤痛 老人已不愿过多提起 但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 他却一直记在心中 正因为这样 于靖凯又两次容力 个人三等功 战争结束不久 于靖凯便回到了家乡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 他鲜少与人提起战场上的这段经历 对于那片土地上的一切 他似乎全部封存在了自己的脑海深处 心头是想见他们 现在我又动不得了 就见不到他们了 做梦都还得朝鲜了 都还得朝鲜了 老百姓房子是什么样子 都凡是什么样子 都还想到做梦有福都还想到 一次号召让他们不惧生死 一份信念让他们无畏前行 岁月悠长 山河已无恙 硝烟散尽 世数光 都把他们的乎 你睁开 日清清传长 白江的余火 都为你点亮 心愿和你回家乡 岁月悠长 我替日看 既然是常传 西线 一般是山入食堂 一余十两 但不就很ев想 在交流火 都为你点亮 心愿和你回家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